我们再将灯光呢稍作调整 这边呢我们还是换回欧蜜灯 将它的这个高度调整一下 再将它呢复制上去 好这边的灯光已经打亮了 我们再将这个上面的这个玻璃呢 里面也布置一下灯光 将这个灯光呢复制上来 好可以了我们再看 这一次这个灯光有没有亮起来 好我们看现在这个灯光呢 已经比之前呢稍稍亮一些了 但是呢这个部分还不是够亮 那么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是背后的这个光呢透过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室内里面呢去拉一堵墙 将它的这个光呢进行阻隔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灯光我们也要再调整一下 在这个里面呢拉一条线 给它一个命令sweep 好选择这种方形的类型机型挤压 按它的高度上 按它的高度上 交接它阻隔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它呢给一个灯色的材质 好 然后这边呢灯光我们再调整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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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我 嗯 嗯 好这边的这个我们看它的亮度 好那我们看这边的玻璃面积看的不是并不是特别多 那我们暂时呢就不对它进行修改了 那么还有一些配楼里面呢我们也需要呢打一些微微的灯光 但是呢这些灯光呢都尽量不要去超过主体建筑里面的灯光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建筑上面的这个楼板的灯啊并不是还特别明显 那我们可以啊将这个灯片的材质呢稍微再加亮一些 那我们之前讲过在这个灯片让它加亮的话 我们只有把它转成微锐的灯光材质 好我们将这个普通的标准的材料呢给它转换成微锐的灯光 微锐灯光材质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调节它的强度 我们给成1.5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好我们将场景当中的灯光啊稍作调整之后呢 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嗯在这个建筑的塔楼上面呢我们将这个上面随机的放了一些灯光 那么这些灯光啊相对于说比较弱一些 但是呢它可以体现这个上方啊 就是我们这个玻璃不是那么呆板 那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Photoshop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添加一些室内的灯光的贴图 这样的话呢可以显得这个整个的质感更好一些 那么下方呢我们也基本上已经打亮了 由于这个参数的问题呢 我们这个底下的这个精度啊显示的不是特别高 好但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大体的环境光和这个建筑的灯光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大家切记在打灯的时候呢 在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个灯光啊不要打得过曝 嗯还有就是底部的这个灯光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可以留一定的余地 那么可以把效果啊做得更强烈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场景当中布置配景 大家看这也是一个弓箭的表现 那么在这个沿街的这个角度上看上去呢 我们可以表现建筑和道路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商业的底部呢 根部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商业的氛围 那么在这个道路上呢我们可以把一些行道树车还有路灯 来丰富它整个的这个场景 好现在我们再切换到顶视图 我们将场景当中的相机和灯光 隐藏 比如说让它不显示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商业的广场上面来布置绿化了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找到模型树 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建筑呢 呃可以体现的更完整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稍微稀疏一些的这个树的这个形状 放在广场的前端 好我们看它的这个高度 好大概在这个8米左右 我们可以再将这个树呢放大一些 好之后我们可以复制 那么我们看这个广场上有树齿的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摆上这个植物 好我们将它摆到合适的位置上 我们看我们可以摆在这个镜头的前端 好让它挂一个角 我们选择到代理文件 让它有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在摆这个场景的时候 鸟看上面的场景跟人事的角度啊 就有一点区别 那么我们在摆行道树的时候呢 可以尽量避开遮掉这个建筑主体的地方 那么只要它这个有一些变化 可以看得出它的这个整体的面貌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排列的特别整齐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行道树布置完了 那么我们再将这个商业的广场上 来布置一些场景之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进行渲染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这个球天啊 点到这个右键物体属性 让它呢 线框显示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我们操作了 我们再将这个广场上放一些散座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白色的散座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白色的散座 合并进来 好我们将它放到这个 合适的位置上 也是成组的排列 好我们现在呢 将这个商业部分的这个场景的散座呢 已经布置完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摆放一些人 好现在我们把整个场景的这个素材呢 都添加好了 那么在金井的地方呢 我们放了一些车 还有这个挂角树 那么放车的这个同时呢 也要注意疏密的关系 不要让它分布的太平均 以免我们看起来特别的呆板 好我们现在再这个渲染测试一下 好我们看这个整体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问题 好我们放大了来观察一下 那么在前方的这个车呢 我们觉得就是说 它的这个高光啊 可能有些太亮了 那么在夜景下面啊 它的这个高光可能 要稍微的弱一些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车的这个材质啊 稍做一下调整 那么在这一块草坪上呢 我们也可以放一些小的一些灌木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人行道上呢 稍稍放一些人呢 来作为它的这个前景的一个点缀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车的材质呢 调节一下 那么这个车呢 肯定是一个多维材质 因为它是代理文件 我们用材质球 来拾取这个车的材质 好我们看它的这个黑色的金属的外框的这个材质呢 应该是这一个材质 那我们将它的这个高光呢 和光色度啊都稍微的减弱一些 然后我们把人呢 再复制过来 好我们再来框圈一下下方 再来渲染一下 好 好那我们看这个车子呢 还是比较亮 那么有可能是我们的主光的这个高度的原因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主光的高度呢 稍微的放低一些 显示出灯光 好如果我们都是打的特别高的话呢 它照在这个地面上呢 会显得这个地面上很亮 好我们再来渲染一下 当我把这个灯光的高度放低了之后呢 那么整个这个地面上的这个亮度啊 就没有那么亮了 那么更符合我们这个真实的夜景的一个场景 好大家看 这个物体上面的高光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控制它 包括我们场景中所有物体的高光 都可以这样来理解 也就是说 我们想控制物体的高光呢 你可以更改它的材质本身的高光的亮度和高光的范围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来更改这个我们主光的一个角度 当主光的这个有一定的夹角照在这个物体上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这个高光啊和高光范围啊 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好那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主光的位置啊 就比较合适了 那么我们再重新的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夜景的渲染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环境光 那么在做环境光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了秋天来作为背景的这个环境 那么秋天的反射呢 好处呢在于它可以这个在360度的这个范围内呢 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环境啊 受到这个整个的秋天的影响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来打这个主光 那么夜景下的主光呢强度没有白天的这个亮 那么大家要去注意这个主光的颜色 也跟白天有所区别 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月光的这个颜色 第三呢就是来调整整个场景的材质 包括我们主要表现的这个建筑的材质一定要表现得到位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场景 那么配景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这个我们这张图上的背景呢 可以其实还可以再丰富一些 比如说添加一些配楼的体块 那么圆景的树可以再丰富一些 以至于它后面啊不是这种空空的感觉 那么前方的这个绿化带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绿离 好那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调整之后呢 我们再来跑光子来最终呢渲染成图 好我们将最终的这个场景调整过之后呢 我们渲染的这个效果我们查看一下 我们放大了看一下 这个绿离加上了啊 包括我们背景有一些配景楼已经加上了 只有进入到我们这个后期阶段 才可以把我们这个商业氛围 要烘托的更好一些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渲染光子来跑成图了 好首先我们打开渲染器设置 将光子呢渲染成1500的大小 在Vray的面板当中呢 我们找到这个Vray的全局设置 将它的置换反射效果和光滑效果呢 全部关掉 不渲染最终图像呢打开 那么下方呢 这个图像采样的类型 我们选择这个固定的类型 那么不需要开抗拒尺 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GI的调节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二次反弹呢 改成灯光缓冲 这样更亮一些 然后呢将我们这个参数呢设置成 -3 -3 70-50的一个参数 或者是-3-2 70-50 那么如果是-3-2的话呢 光子就要计算两遍 好我们将下方的这个光子呢 打开自动保存 自动读取 保存到贴图 那么在这里呢 去设置它渲染出来的这个光子路径 好我们存储在这里 好保存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光子的渲染了 好我们看这个光子文件已经渲染出来了 我们现在设置大图的参数 那么大图的参数呢 我们设置成3000线像素的这个大小 然后呢在这里勾起自动保存 好我们保存一个路径 我们存一个文件名 C01 好然后在这个微热面板当中呢 我们把之前关掉的置画反射和光化效果呢 都打开 关闭 不渲染最终图像 将图像采样呢 设置成DMC的这个模式 然后打开抗拒尺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模式 平滑的模式 好然后看这个今天照明里面 我们就不需要去调整了 因为它已经自动的下方 也自动去切换了这个读取文件了 我促取了我们这个光子文件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渲染大图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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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阜